南投属于地震频繁的区域 又经历过921大地震的重创 为了让民众了解在地灾害的历史 防范并降低天灾所带来的伤害 南投县政府在南投县会展中心的二楼 设置防灾教育虚拟实境影片体验 即921震灾史料展览室 24日正式启用 希望民众透过多元学习管道 深化防灾的智能 展览室启用仪式在家和国小扯林队 以及扛受国小武士队精彩表演中 揭开序幕 县府秘书长洪睿智 教育处长李孟真 及议员等贵宾都出席启用仪式 活动并安排贵宾戴上VR头盔 进行虚拟体验 720度的视野 感受921大地震的震撼 侯秘书长居之时表示 县府意志构思 如何在921纪念公园中 呈现921地震相关史料 因此县府规划结合最新的VR科技应用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学生及民众 从中建立防灾意识 我们成立了这个用先进科技 用VR虚拟实境跟AR 扩充实境的这个现代科技 来不同于这个 雾峰的这个地震教育园区 跟竹山的这个 丛容埔断层保存园区 不同的展出的一个方式呢 能够希望呈现给大家 那今天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这个展览室呢 能够顺利的来完成 能够让我们从中呢 学习到怎么样来防灾避难 尤其我们南投县有很多的地震 有很多的土石流 也有很多的水灾的发生的一个几率 我们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未来户外教学的时候 能够到这里来做体验 然后从小让他们养成 这个防灾的教育的一个观念 我想多一分的准备 就少一分的一个损伤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在这边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县民 还有这个其他县市的国人呢 也充分来利用我们这个虚拟实境 这个防灾教育的一个体验影片 还有这个赠灾史料的一个展览室 我想对大家未来再怎么样防范这个天然灾害 会有很多的一个帮助 议员曾正言表示 能够在921地震公园中 设置防灾教育虚拟实情影片 体验器921正在水料展览室身具意义 最主要就是说 让我们这些学生提议地震的这个口袜 最主要以防胜和治疗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去基本的基本尝试 让我们的乡亲了解说 地震的这个恐怖 希望我们现在的国中国小能够安排 课外教学能够来这边学习 这个地震的基本尝试 可以渡到地震室 把我们的灾害降为最低点 大家可以平安多贵 首益公司总经理邱世文表示 防灾体验区采用虚拟实境技术 透过防灾VR影片 让参观的民众体验顺利地震 土石流以及水灾等灾害实境 我们现在用的是VR的一个技术 就是一个生理其境的一个 虚拟实境的一个技术 这技术的话让小朋友跟观众的话 戴着这个虚拟眼镜的话 如同生理其境 感受到921大地震 现场的一个震撼 那有720度的视野 左右上下它可以看到说 它周遭的环境在大地震的一个变化 希望说以后更有机会加入体感的一个技术 让客户在体验的过程中的话 他真的会感受到大地震那种震度 那种震动 然后更胜利其境的感受 也希望说作为921大地震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教材 谢谢 展览室内静态转世区 精心挑选仿家教育 地震历史等专业书籍 提供师生阅读学习 并放置921地震前后对照图 以及灾损图片说明 还原921灾害历史景象 让师生对于地震灾害历史 有进一步的认识 也架设地震体验 VR游戏以及桌游 透过多元学习管道 深化防灾智能